來到第三十三課,我們講一講Global Extreme 跟我們之前講Local很累緊 Local就會講一講圖中的小山谷小山頂和附近比較 但Global我們就整體去看,就是整條curve去看 整條curve哪一點最高就是Global Maximum 整條curve哪一點最低就是Global Minimum 我們這一部分會分兩個部份 第一會先介紹一個Pheorem 第二部份再去解釋怎樣去找 我們先看看怎樣定義Global Extreme 如果我們說有F這個功能和XLog一點 如果F在XLog的位置有Global Maximum 即是說你這個interview裏面隨機抽個X 它的高度Fx都會低於XLog的高度 所以它就是最高的一點 如果你說是Global Minimum 你就將那個箭嘴調轉 這樣去定義 有些人就未必用Global這個字 他們會用Absolute 但意思是一樣 如果它是一個Global Max或者Global Mean 那它就是一個Absolute Extremum 或者叫它Global Extremum都可以 即是說這個字其實是中性 這個字是中性 下面有五幅圖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去討論 最左邊那幅 你會看到它只有Global Mean 就沒有Global Max 因為你可以繼續升上去 你不能說哪一點是最高 第二幅 兩者都沒有 這邊可以繼續升 這邊可以繼續跌 但中間那幅就很幸運 Global Mean 你有 Global Max 你也有 所以你看到有些不確定性 然後第四幅 第四幅的話 你看到也是兩者都沒有 因為你看到這個位置 即使它不會等於A 但是慢慢貼近慢慢升上去 另一方面就慢慢跌下去 都是跌不到的 亦都你不能說哪一點是最高 或者最低 如果你說這一點是最高 其實它可以繼續升 這一點是最低的話 其實可以繼續跌 但去到最後的幅圖 它就一定有 在這兩個位置 我們看看有些什麼 可以保證到它的existence 其實是有的 看看這個theorem 首先第一件事 你的功能要不斷開 第二件事 我們討論的範圍 一定要是一個finite closed的interval 什麼叫finite 就是你ab 不會是正負無限的 是實數來的 closed的意思 即是你那個括弧 一定要是兩個鐘括號 爆頭尾 我們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一定有global max和 mean 是一定有 但是它純粹告訴你 有 但沒有教你怎樣找 好了 那現在開始講了 基本上 global max和 mean 只會有兩個地方出現 第一 頭和尾 第二 critical point 也就是說 你的小山谷小山頂 可能其實是global max 所以我們以下有三個步驟 假設我想找global extremum 按一個interval a b 第一步 先找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int 頭尾就不需要理 即是說你需要d去一次 然後看看等於0 或者d不到的時候 在哪些位置發生 第二 就是拉回你的end point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候選人 全部計算好他們的高度 即是計算Fx value 好了 然後你在這裡 計算到最大的數值 其實就是global max 最小的數值就是global mean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需要畫任何的表去處理 那你試一試 譬如我想找這條色的global max 在1,5範圍 我們試試找critical points d又一次 我們把它等於0 發覺有2和3 所以我們現在加起來 有4個候選人 1 2 3 5 放入f那裡計算 你計算到23 28 27 55 當然這個最大 然後這個23是最小 所以我們就會畫 在x等於5的位置是global max 在x等於1的位置是global mean 如果它不是一個finine close interval 那我怎麼辦呢 我們也有另一個theorem去解釋一下 譬如F是continuous 但如果它在整個interval裡 只有一個local extremum 那那個local extremum同時都會是global 那譬如那個extremum是minimum 同時是global mean 想一想怎樣解釋一下 有條curve let's say 這個是local mean 那你條curve穿過去前後應該是先跌後升 對不對 但是它是不會再屈的 如果你屈下來去畫的話 其實會多了一個local extremum 但我一開始說過 你只有1個 所以不可能 也就是說沒有可能再屈的 你只要保持著 這邊保持著跌下去 這邊保持著升上去 所以它是唯一一個local mean 同時是global mean 那你max類似的 就是說它附近應該是先跌後升 sorry先升後跌 同樣道理 它不會屈上去 你一屈的話 就會多了一個local mean 跟你一開始的assumption 就有矛盾 一開始說明 你只有一個local extremum 就在這裡 所以不會屈下去 即是說前面那一節一定是這樣 保持著升上去 後面那一節保持著跌下去 你迫使到它一定是global max 可以嗎 所以這個theorem也是有用的 對於我們下一堂講應用題的時候 今堂大致上講到這麼多 因為global max mean其實是比較容易穩 那我們下一堂看看應用題怎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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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